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颗 今天要看一个设计师的案子 这个案子是一个老物繁星 当当 以我所知道啊 我很多in family朋友啊 喜欢看老物繁星啊 因为 before after的impact是非常的大 这个案子是还没完成的 我今天只是来spot check一下 因为设计师讲 他的浴室已经改造好了 空空的现在是空空的 已经有完油漆啦 老物繁星最重要就是重新粉刷油漆 整体看起来就很不一样 好像这间房价我之前看过的 它之前的地板没有这么摩登啊 油过去或换个地板后 整间家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还有最重要就是 一间家浴室 在老物繁星的时候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通常二三十年的浴室啊 看到发黄很蛤蜊 你都不会敢用 再加上它的设计设计 可能已经过失了 现在摩登的人是接受不了的啊 所以这间浴室 当当当当当 浴室 浴室MakeOver把握和Flo换掉 肯定不一样 但如果预算有限的话 Flo和握还是好好的话 不换也OK 换了Selitor Rear 或者换一套Vanity Cabinet 那就不错了 R56厨柜表面以炮的固定工艺处理 轻轻硬抹 洁净如今 敬酒耐用 经常需要开关门板 好的五进脚镍延长使用寿命 德国进口Heltage缓冲脚链 配搭105度开启角度 开关顺畅不会发出声音 自动缓冲归位 耐服抗袖 或一门不轻易掉落 平平宽观太多瓦拿里收 多种收纳办案一次看 多元搭配Mirror Cabinet组合 隔城分区收纳更周全 开饭式 半开饭式 全隐藏式储物格设计 洗衣用品各就各位 每天洗漱四半公备 壁挂式设计不占地面空间 行走动线保持宽敞 收纳能力强 视觉清理无负担 生活整齐不杂乱 台上本搭配Compact Panel台面材质 嵌外形同时兼具兼顾 耐磨防水 清洗的绝佳定能 质感加分 颜值在线 高质感十足 完美继承RSU高水等的 生产品质与优雅品味 镜子是浴室的重要配件 每一水云堆可能会有安全理由 4mm厚度的镜子 配合45度导角边缘布里 全部Edging 完全不搁手 背面加上保护膜 碎裂不费间 镜子背面涂层有讲究 采用最短级别无铜镜 不像铝镜 遇上水汽易氧化发黑 同时 无铜镜保证和银镜一样的 高反射效果 重要的是 还能看氧化 镜质度体现在细节里 外观设计现代时尚 脸盆玉柜一体成型 门板有经典的黑白灰的点月书雅 还有温馨营料的蜜桃白 任何风格都能轻松融入 最先想要装修浴室的朋友 在有限的预算下 可以说要买到最接近 特质化Customization的 现成位于橱柜 House 2 Beniti Series的 多样化选配方案 建议使用于静置美学 帮你打造一个 主义国的浴室空间 好了 今天装修浴室的分享到这里 喜欢哪一套哪一个颜色 在我下方留言 或直接评议我 我的影片到这里也结束 喜欢就点赞留言分享 下个门店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